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时间过得很快 明天9月11号 就是911事件20周年 20年前的时候 91事件的时候 我当时在中国时报 我是中国时报的采访主任 都还记得那一天 大概是应该是在 我们在编辑部吧 都已经编前会议开过了 就突然间 大概在晚上七八点的时候 就来了这么一件事情 整个的编辑部 当然就兵荒马乱的 立刻重新主板作业 当时电视也播出来 现场直播等等 这些画面 已经过了20年 印象还非常的深刻 那么你可以想见在美国 911事件 留下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有多大 因为是因为911事件 所以美国才 这个有了一个 所谓的两个反恐战争 的一个发展 那么一个在伊拉克 一个是在阿富汗 阿富汗最近 才刚刚结束了 这个20年的 美国的这个驻军 才刚刚撤军 但是撤军 撤军撤的荒腔走板 那么塔利班 短短一个月 就这个席捡了阿富汗 在这两天已经宣布 成立一个临时的政府 所以现在拜登政府 可以说面临非常大的 一个压力 那么在911这一天 拜登 这个特别 在上个礼拜六 白宫已经宣布了 拜登跟他的夫人吉尔 在当天 他们会到纽约市的 世贸大厦的遗址 去平调 也会到五角大楼 跟宾州的 尚克斯维尔 这三个恐袭的现场 来平调 那么整个911事件 美国有将近3000人 这个死亡 2977 那么这个我想 也是到现在为止 那么美国应该说 从南北战争之后 美国境内所受到 最大的一次 这种准战争行为的一个 这个攻击 所造成的这样的伤亡 好 那所以呢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在911事件之后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当然要进行 很多的一个调查 那么我们刚讲到说 当时的小布希 出兵阿富汗 主要就是因为 发现到说 发动对美国进行 911恐怖攻击的 是盖达组织 而这个窝藏 这个盖达组织 就是当时的 阿富汗执政的塔利班 就是神学士 所以才进行报复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一个情况 可是事实上 FBI对911的一个调查 还有更多的一些内容 而这些内容到现在为止 都还被列为这个机密 是不能公布的 你比如说其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 叫做沙地阿拉伯 跟911恐怖攻击组织之间 到底存在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原因是因为 这个宾拉登 宾拉登本人 其实他是从沙地阿拉伯 他是逊尼派的这一支 他根本就是 沙地阿拉伯的贵族的一个背景 那么所以呢 据说FBI的调查当中 那么有掌握到 这一些文件来证明 沙地至少不能说政府 至少有相关的人 他们其实是背后在支持 这个盖达组织 也就是支持沙拉登 那么所以呢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有非常多的 911遇害的美国人 他们的家属 都不断的要求联邦政府 应该要公布 这个更多的有关 沙地阿拉伯呢 是不是有在支柱 背后支柱 恐怖攻击 这个情况 的一些情报 但是这对美国政府来讲 就非常非常的尴尬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的中东政策 其实他是以 这个以色列跟沙地阿拉伯 作为两根主要的一个支柱 我们看到前总统川普 他任内第一次出访 就到哪里 就到沙地阿拉伯去 那么因此呢 这个我们看到 在2019年的时候 当时川普政府的 司法部长巴尔 他向联邦法院 就发表一个声明 说为了保护国家安全 911相关文件 要继续保密 这个当然反映的是 当时川普政府的 一个中东政策 他可能怕这个公布了之后 对沙地阿拉伯 跟美国的盟邦 之间的关系会有所冲击 可是现在拜登 拜登上任了以后 我们看得到 他跟沙地阿拉伯的关系 至少跟川普时代 已经有所不同 而且拜登可能更强调 这种所谓的 对人权的价值 所以现在拜登 已经下令要解密 911事件一部分的调查文件 这个就会 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 这个值得关注 好 那么另外 91120年 那么英国监察组织 有一篇分析报告 说从2001年的9月11号 这个恐怖攻击以来 那么美国进行 因为这个美国纽约 Twin Tower被攻击了以后 美国就发动了这个反击 这个反击当然最重要的是 两个这个战争的现场 我们刚前面讲到的 一个是伊拉克 一个是阿富汗 而20年来的美军总共发动了 超过9万次的空袭 或者无人机的一个攻击 推算造成了至少 两万两千名的平民死亡 甚至有可能会多达4.8万人 这个数字公布 我想他要再提醒了一点 就是说没有错 911日美国本身 造成了2900多人的死亡 那么但是呢 美国从911之后 所发动的反恐战争 可能造成的是 两万两千人到四万八千人 国外的这个平民的一个死亡 这个包括叙利亚 包括伊拉克 阿富汗 叶门 索马利亚 巴基斯坦跟利比亚 等等这些恐怖组织 也包括ISIS 那么这是英国的一份报告 英国这个报告也提到说 这当中2003年那一年 可能是最惨的 因为那一年美国空袭 所造成平民伤亡的人数 大概至少有五千多人死亡 当然那一年也就是美国 所谓的入侵伊拉克的一个时间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造成平民死亡 最多的是2017年 那么这是 是在联军对伊拉克跟叙利亚的轰炸 当中大概至少有五千 这个平民死亡 好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有关911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事例 因为刚好已经20周年 就这个机会 让听众朋友也有所了解 好 另外在美国 最近会非常轰动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Syranos 验血公司 这个听众朋友 如果你有注意到 这个创办人是一个非常美丽的 哈佛大学的辍学生 叫做伊利沙白 Homers 伊利沙白 荷姆斯 那现在面临了好几项的 这个罪证的一个控诉 即将要开庭了 这个可能会变成 接下来美国 社会美国媒体 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 其实在六年以前 这个伊利沙白的Homers 还被公认 是矽谷高科技界的下一个 这个超级巨星 那么包括一些商业杂志 都争相报道 称说他是一个传奇人物 那么也形容 这个说他是最年轻的 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 那么举一个例子 当时前总统柯林顿 曾在问到这个有关 跟这个伊利沙白和姆斯 在谈话 问到有关科技方面的时候 语气当中 也透露着敬意 对他的敬意 而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拜登 也称说伊利沙白和姆斯的创建 充满启发性 他的创建是什么 他就是说对外宣称 他们的团队 已经研发出一种技术 只要靠一滴血 就可以来验出 你的身体的健康的状况 那么这个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引起了非常多的投资 资金的一个过来了 那么这是在他当时的一个情况 那也包括非常多的名人 因为他的董事会 有包括了成员 包括季辛吉 包括前国务卿舒芝 前国防部长马蒂斯 还有这个 这个前联邦疾病防治中心 主任佛吉 等等这些人 那么现在随着整个骗局 被揭发了以后 那么可能这些 星期六 星期六 又到星期六 耶 老婆 我们快到台速加油吧 没问题 台速周六 Open Point会员日 汽油单笔加满25公升 Open Point的点数 最高回馈9.9% 累积的点数 可以快咖啡 折地加油金额 每一点都超好用哦 台速周六 Open Point会员日 加油雷点超快速 工作好难找哦 想要稳定工作吗 百官网公职都帮你准备好了 2021地方特考报名 直到9月16号截止 千万不要错过 现在就报名 百官网地方特考专班 早日考取你的公职新生活 公职考试的辅考专家 快上网搜寻 百官网公职 以天下苍生为念 以两岸和平为愿 重返执政 我卓博源 专职党主席 团结国民党 改革国民党 创新国民党 聆听基层党员 及百姓需求新声 结合全民力量 帮助苍生 国民党主席选举 恳请您支持 二号卓博源 百年国民党 向前走 中华民国一定强 台湾一定赢 赞 明月几时有 天天在全联 今年中秋 跟我这样烤 天天在家烤肉 天天欣赏月的美 全联 善美的生鲜肉品 每天供应 还有众多烤肉酱烤盘 全面特价 让你天天烤出 新美味 我是国台平 他很辛苦 苦意的疑似 喝酒不安全的量 台湾一般以上的人口 身体上酒精代谢美的量是不够的 不但饮酒的民喊 还有政家 严重的风险 像我们不同 任为客家地 就可以改酒 改变生化方式 和医生讨论 吃严重的方法 提早改善 喝酒过量的政策 疫情期间 慢性疾病治疗不中断 戴口罩 亲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美食制药 与您一起为台湾加油 POP 壮新闻 欢迎回到 POP壮新闻 今天我们要跟老朋友 前海基会董事长 洪其昌 来电话连线 其昌兄 早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好 我想 所有在 关注 时事的人 大概都不能不注意到 中共 中国 在最近以来 连续的重拳 对很多的领域行业的 一个整顿 那么 这个有人说 这个叫做 这个文革2.0 也有人认为说 这是毛泽东主义的 叫再毛化 甚至有人认为说 这是一个全习化 就是习近平 掌握一切 不管哪一种说法 这的确都是一种 很大的一个变革 那这样的变革 我们要怎么来理解 我想尤其重要的是 对台湾 有怎么样的影响 我们要怎么引领的 这个洪同事长 相信你应该也做了 很深刻的一个观察 您的看法呢 OK 我先从所谓 这次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议题 或对于特定的资本管制 对于产业 科技产业的紧缩 他这个决心 当然是为了他的意识形态的宣传 以及党国威权统治的延续做 以他个人为首的 这个延续统治为目的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去回头看 他算不算是一个文革 跟文革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 来做一个比较的话 因为文革是1966到1976 当时瓦大革命是在中共政权的三反五反 大要禁以及中枢交恶的情况之下 那他的政经形势是激弱的 当时中国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 但是他的经济总量 仅占全世界的3%上下而已 而另一方面就国内方面来看 反毛的势力强大 毛泽东的权力 是一个在不稳定的状况之下 因此他借着发动文化大革命 来铲除刘少奇为首的 反对三面红旗的路线 好 那我们就看到说 这是1966年的时候是文革 但是习近平他在去年开始 事实上他就一直有提到了 几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共同富裕 他在他执政2012年开始 执政到前8年 2012到2019 他只有很少的提及共同富裕 那在去年的时候 他总共提到了20次共同富裕 那到今年为止 他提到了65次的共同富裕 那么也就是说 我认为习近平这一次 从他国内的经济 跟他的社会的维稳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他是要把从邓小平时代的 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 进入到把中国现在所累积的财富 重新分配给广大的群众 所以共同富裕 也是从毛泽东提出来的 但是继任者的邓小平 把重点放在提升中国经济 跟生产力的这个百年悬杀 那因此就造成了很大的社会贫富的差距了 那我们可能大家都还记得 去年中国总理 李克强 提到要忘了我们有六亿人 超过四成的人口 输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 那1000人民币的意义是什么 是仅仅足以支付中国城市型 中型城市的一个月的房屋租金而已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提到贫富不均的问题 那然后我们看中国的Gini Index Gini系数 它是展现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 以及可使用资源的差异的一个代表的指标 0.4以上就算是 它是一个财富分配不平均了 但是中国它还算是一个成长中的新兴 新兴国家 但是它的Gini Index都落在0.71 从2015年开始 所以它就是一个财富分配不平均的社会现象 所以这一次习近平的 共同富裕或者是说 它对于特定产业的这些的打击 打击这些像譬如说 从那个王健林 然后从那个马化成 从马云爸爸 从他们这些人 它就是它打击这些人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把所谓的巨富 社会的巨富 而且拥有类似国家才能够拥有的资讯资源 国家可有的资讯资源以及金融的体系 像譬如蚂蚁金服 这一类足以挑战共产党政府统治的这些人 他就是必须要把他做一个 这个齐昌兄 齐昌兄我了解 我在这里头 我有一个问题 回过头来跟您请教 我们知道你刚提到这样 其实简单说了 如果说毛泽东的时代 它是一个重分配 而这个以分配为主 成长增长为次的一个概念 那么到了邓小平 他是以增长为主 分配为次 就是说先让一步人的富起来 那现在习近平似乎又要回到了一个分配为主 的一个概念 可是有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分配为主 会不会影响到增长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悬疑 而且有人认为说 他这一次的分配 更像是因为中国的经济 已经后继乏力 所以他做了一个不是增量分配 是个存量分配 没错 存量分配就是以现在既有的总量 我来做调配 但这表明说 他接下来的经济可能真的会盛极而衰 因为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原来成长动能的引擎 比如说 其实中国经济到2010年 已经可以看得出了 他的高峰期 原来那套模式已经过了 过去这十年还能够维持成长 刚好就是他的虚拟经济的蓬勃发展 这是这一次打击的重点 说要回到实体经济 这当中的非常吊诡是说 还能够既要维持他所谓的社会公平 当然社会上很多人对于因为仇富 所以对于共同富裕 打击这个企业大头 应该说还是暗中较好的 可是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让企业界的投资放缓 让企业界的积极性降低 让民企等等还有外资的信心 结果造成他整个的经济增长的动能 不见了 不见了之后 会让他这一波希望达到的共赋 不见得能够做成 这张维颖说 不小心就会变成共贫 那就是回到毛泽东时代 你觉得这样有没有 这样的顾虑有没有道理 OK 我同意这样的观察 因为在这一次里头 这样的一个 从近年来 国进民退的呼声当中 就可以先看到一个端倪 他就是把国营企业大量的弄大 然后国进民退 那同时呢 他也在把他的党国的机器 放入到私人企业的里面 黄金持股一趴就可以决定董事会 对 没错 那就是说 他这个时候就已经建立起一个 一个产业 或者说社会资本 是必须要是为党服务 那这个是一个他的几年来的做法 那因此这个做法呢 他势必会打击到投资的信心 尤其是外商的投资的信心 同时呢 他这一次对于科技产业啊 对于这些所谓比较是 属于虚拟经济的打击呢 也会抑制了中国的产业创新的能量 所以这个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来讲 可能所造成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还是需要做观察了 譬如说我们说看中国的虚拟经济 他事实上他的金融 他的Fintech 对 他的Fintech这十年多的时间里面 他在全世界他算是Fintech发展的最好的 那他现在呢 把这一个把马府经营 把蚂蚁金服 把这些东西 你就强迫他们要做一些监选 像马化云 马化云说他未来的四年内 他要捐一千亿 对 他透过所谓第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呢 是相对于第一次分配跟第二次分配 定义是不同的 他强了第三次分配嘛 那第一次分配是那个邓小平时代的 透过市场的实现收入的成长 然后来达到分配的效果 那第二次分配呢 是透过政府的调节 税收 税收的调节来进行分配 那他说第三次分配是个人出于自愿 事实上这根本不是出于自愿 这不是自愿啊 这个根本是等于是强迫的嘛 而且而且我觉得哈 这一波的这个企业争相的去表态捐款 这里头有一个很荒谬的现象 比如说我看到除了他们捐的五百亿 一千亿的之外 像拼多多的那个创办人黄征 他甚至承诺说 未来一年拼多多的净利 十五亿美元全部都要捐出来 这公司治理不见了 那你对投资方对股东 你怎么去交代啊 对不对 而且他拼多都是在美国上市 所以很多美国的股东 要配合你去做中国政府的公益 这个是什么道理啊 对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违反了市场的法则 对 然后也违反了事实上公司的治理 但是公司治理当然也有CSR 对啊 对啊 不太谈CSR 对 或是ESG ESG 他这个跟ESG也离得太远了 对对对 然后他这样的做法 事实上是以这一个明目上说是为了共复 对 为了第三次的分配 而事实上是也在打击他政治上的一些异己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些巨富们 他一定程度的跟党内的这种所谓的红二代 派系啦家族啦 都有关系 都有关联的 所以他基本上还是在用这样的一个做法 来清掉一些可能对他来讲是未来长期统治不利的这些因素 把他弄掉 所以我回到前面来说 文革是邓小平 是毛泽东在他权力不稳固的时候 透过一个社会运动群众动员的方式 来把反对他的路线的人 尤其刘少奇为首把他铲除 然后建立自己的政权的巩固性 那相对于目前习近平的政权的稳定性 我想虽然有很多的讨论 但是我们大致都知道 他应该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况 而他现在所要的是延续他的统治的时期 因为他从 好 我们先 习张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就这个话题继续延续 我是五十甲广告总经理张秋明 好音乐 新资讯 居家防疫 我们陪您 POP Radio与五十甲广告 给您好心情 爸爸 有树的味道耶 车子里面有森林的味道 那是因为我们家的车 回中华森林做了空调跟冷气的见诊啦 现在车子里就像森林一样清晰 让你可以安心深呼吸 我知道 而且免费不养钱耶 还抽到十年原厂机要半价 太赚啦 大家一起重防疫 免费见诊 别忘记 更多优惠请洽中华森林经销商 Mitsubishi Motors 大家平安 我是李明一 邀请您一起支持新建 黎明喜乐园 让成人自逼儿 有家可依 每个月只要一百元的帮助 让他们有一个安心终老的家 捐款专线 零八零零三零八五八五 花莲黎明教养院 感谢您 我是桃园市长郑文灿 珍惜美好的生活 最佳的方案 就是待在家里 反家鞋帽要消毒 洗手洗澡换衣物 家人用餐可分开 公块母池少交谈 亲友聚会要停止 照顾长幼先洗手 戴起口罩减少聚会 团结防疫 谢谢大家 小姐节奏 那个88888条码 帮我扫一下 不方便家好友 不是家好友啦 我要捐电子发票 对 88888是儿童癌症基金会的 专属爱心码 爱心码不只能在实体地面使用 网购结账前 也别忘了输入 88888五个包 年付证券 邀你去捐电子发票 给儿童癌症基金会 真的不方便家好友吗 好 欢迎回到 POP状新闻 我们今天跟 前海机会董事长 洪奇昌 翔兄刚谈到说 这个惊喜相比 习近平跟这个毛泽东 在文革的这个 内外环境当中 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你基本上认为 没有那么大的可比性 对 我刚提到的就是说 习近平他发动这一次的 共同富裕 或是第三次分配 事实上他是要更巩固 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 巩固以他为首的 党国系统的 统治时间的延续性 因为马上20大就到了 2022年明年 对 那他从18大2012到19大2017 他就是十年的统治 这个就是邓小平所定下来的 一个中国政治的生态的传统 那他现在透过了 他的政治力量修改了宪法 延长了国家主席的任期 所以他就是要继续的担任 以他为首的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所以他为了要这样的情况之下 从他第一任开始 他的反贪 打老虎 到现在的这些 对于舆论的控制 然后对于一些 所谓卓情的意识形态 因为他觉得 虚拟经济某一个程度上 是一个代表西方的价值 那包括游戏啦 Games啦 还娱乐业的一些 甚至呢 他也对补教 补义教育 事实上补义教育 他会觉得说 这个大家都往一个国外去学习 他某个程度 我想未来会对于中国的年轻人 往国外去学习 会有一定的一个限制 那你现在连一些 影视朋友们 他们也都要说 我是中国人 对放弃外国籍啊 还要放弃外国籍 对 还要放弃外国籍 所以基本上 从这样子来看 他是主要是要 某个程度啦 如果我们要说的话 他某个程度 有一点要像跟 美国为首的西方 社会价值 decovering 就是切割啦 切割或者要分田抗礼 或者有这种味道 对 或者是说 我要跟你们 可是这里面 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冒险 我们说 改革开放为什么会成功 我认为有两大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 私有财产权 得到的尊重跟保障 第二个是 市场的竞争 的机制是存在的 现在的这两个做法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 非自愿的捐款 完全不顾股东的权益 这个对这两个很核心的 这样的一个改革开放的 能够有对整个经济增长的元素 是造成很大的伤害 对不对 那这样怎么去确保 他经济还能够继续维持 往前走呢 我觉得他基本上 现在的考量 就是从面对2017年开始 美中的战略关系的改变 美国把中国定义为 是一个战略的对手 然后之后18年开始的贸易战 然后一直延续下来 对中国的科技战 我觉得北京 习近平现在是准备 跟西方打一个持久战 那他在打一个持久战的 这种状况之下 他必须要先树立起 或说切割掉一些 不利于他持久统治 所以他要打持久战 也就是说他要把自己统治 也许他从2022年的20大 说不定他做到2032年的22大 都有可能 因为到2032年的时候 习近平先生才79 所以我是觉得他现在是要把他的统治 所谓他一开始所说的 前30年毛泽东 后30年邓小平 再另外一个30年 就是习近平的30年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一些的 所谓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说共同富裕 二次分配 是类自文革 但是我觉得主要 跟当时的文革是 政经背景是不同 而他主要是为了要巩固 以他个人为首的党国的统治的 就所谓的习近平思想 等于说习近平思想 要变成一个可以垂范 至少是九远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啊 习近平时代 对不对 习近平时代的 对 新的社会主义的思想 是这样子 好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因为我在跟中国大陆人交流当中 他们也提到说 毛泽东的前30年 是因为跟着苏联 前苏联走 所以中国才会走到变成是 这个一贫如洗 那么邓小平的后30年 是跟着美国走 对 所以他才能够享受到 这个全球化的一个好处 那在这个基础之下 现在习近平 这个要跟着他自己 要走自己的路 不是跟美国走 是跟美国对着干 那这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好 当然中国大陆的所有的发展影响 特别是重大的变化 这个对台湾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当然 必须要有所了解 好 这当中 我想接下来我想跟你请教 是谈到美中关系 现在持续持续交着 那么这之下呢 相对凸显的美台的互动 是日益紧密 那么您怎么看 这个所谓的美国对台海政策的战略模糊 跟战略清晰 这中间里面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在最近 OK 最近我们有一个好朋友 我们共同的朋友 黄介正教授 对 他就提出了一个是 美国有所谓的 对台战略清晰的模糊 这有点像这个 像薯来宝 有点像社会 调口令 调口令一样 对 那所以说事实上呢 过去美中的关系 在engagement 在一个互动合作的这样的engagement的架构里面 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台美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稳定的 两岸的关系也相对是一个比较不引起那么大的冲突的 但是现在已经是一个美中战略关系的典范的转移了 也就是从engagement变成containment 所以现在变成是一个 他是美国设定中国是他的战略竞争对手 所以是一个对立的 然后美国又联合 拜登上来之后又联合他的这些门友们来围堵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美中的战略关系 是已经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那从这样子来谈两岸关系 我想我常常提到的 两岸关系已经不是单纯的北京跟台北的两岸关系 他是在美中战略架构下的两岸关系 那么这当中就要来看了 如果从两岸关系上面来看 当然是中国大陆的主动性跟他的决心 在现阶段是绝对大于台湾的 他的影响力是绝对大于台湾的 但是在美中的战略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架构下 现阶段美国还是很强烈的领先中国的总体的国家战略 以及在地缘政治上面 美国还是一个优先人 我想厘清了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就来看所谓对台湾的战略清晰或者是战略模糊 但是战略清晰跟战略模糊之间 事实上是要看着美国的经济的实力 因为中国在强调说西方会decry 美国会下滑 中国会上升 这个会实现吗 那这个是很多人质疑的 因为你要维持你的战略优势 不管你要用战略清晰或战略模糊 都是你认为这个战略能够达成你的国家利益 那所以现阶段如果美国继续维持 它的一个经济的优势 同时美国的整个国防战力 以及它在外交上跟它的门帮的结合 都站在稳定的状况之下的话 我觉得在美台的关系的上面 不管是战略清晰或是战略模糊 或者是战略清晰的模糊 这个状况下我是觉得对于台湾来讲 我们目前是站在一个相对有利的一个时机 那当然相对有利 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美中的战略对抗当中 因为我们只能做一个不得不的选择 因为中国对台湾的一个政治的压迫 军事的这种压力测试 然后造成两岸之间的这种的差异 然后台湾的人民对中国大陆的认知 也产生了一些的改变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自然的台湾的社会 多数的民众就会选择 它是往美日的方向来走 这里面我最近有注意到拜登政府 你说那个Kirk Campbell他们一再讲到说 他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但是我也觉得他有一点 有一点是 其实不是切香肠 他是有一点就是说 对一个中国没有改变 但是我跟台湾的交往 这个不是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底 这个不是一个中国的概念 就是说我如果去改变一个中国政策 除非我承认两个中国 那个才叫改变 但我现在现实上是 等于告诉你说我只承认一个中国 我跟台湾的来往 那是另外的部分 对 对不对 有这样的味道 对不对 其实变相有一点 实质上有点一中一台 我的感觉 对 所以他的战略模糊上面 也表达了出来 说基本上他跟台湾的关系 不是一个正式的外交官方的关系 对不对 他也是这样的表达 这个也就是他的战略模糊 他也不去碰触到中国的底线 是 了解 那我觉得美中之间的未来的发展 我认为了典范已经转移了 就是从engagement containment这个典范已经转移了 但是要转移成为什么样的形态 这要长时间 大概短时间不会有答案 对短时间你很难看到答案 对立跟围堵会不会继续下去 那习近平的所谓他要打持久弹的 这种的意志会不会改变 因为他国内的经济的状况 对 国际环境的改变 所以我们真的是国际变化是必须要很密切的去观察 是 好 那这里面你觉得以现在美国跟在美中的这个对抗的背景 还有这个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虽然他没有改变这个战略模糊的框架 但是他实际的作为上事实上是更加的紧密 你觉得如果人家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不是台湾主动挑衅 或者也不是台湾宣布法理台独 而引起了中共对台湾的武力攻击 那么美国会不会武力来支援 军力来支援 这个能不能给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 就是说美国对于中共如果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 到底美国的决心 我还有区别情况 就是说这个不是台湾去挑衅的 当然不是台湾主动引起的 也不是台湾挑衅所造成的 这个时候美国的决心是会有多大 然后他愿意为这个决心付出多少的代价 他的意志力有多强 因为对中国来讲台湾是他的核心利益 那虽然西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 也是美国国家的最高的关切 但是这算不算是他的核心利益 不过美国是一个民主政体 所以美国民意也很重要 对不对 最近他们不是有个调查 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了 没错 但是这个变化 就是说过去你从Duke University所做的 就是你所看到的 都是20%左右的人认为应该出兵 那么就应该出兵 但是现在呢 西卡古的那一个研究 发现说52% 53%的民国人民认为应该出兵 是是 这个是一个民意的决定 但是的民意 他有的时候民意也不能够反映出来 这就是一个国家必须要做的政策 明白 因为这时候你要看到军人 military sector 军人这个部分上他们的想法是如何 还有American politics 在华府 在纽约的这些具有影响力的美国精英们 他们的想法是如何 所以当然民意上面是产生了一些的变化 对没有错 但是还是要看到 简单说了 简单说美国再怎么样对台湾好 台湾得先自己把自己防卫好 这个才有能力再谈其他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跟红吉祥董事长来访谈 Coffee Tea or庄园集 庄园集 Yes 全家发明可类新推出 尼尔吉利蓝参庄园集红茶奶茶 沿选来自印度第二大茶产区 庄园集红茶茶叶 红茶云韵带有乌龙茶手果香 奶茶浓醇圆润甜而不腻 现在购买发明可类尼尔吉利蓝参庄园集茶系列 任选两件只要49元 最后的在全家 台湾大车队55688企业签单 挺您安心出门 企业乘车选择台湾大车队55688 免单距支付快节省暴涨时间 免现金降低接触传染风险 全台还有超过7000台空气清净车 现在除值最高响7%车资回馈 立即上网搜寻台湾大车队企业签单 您的安全与安心 台湾大车队55688最关心 嗨 我是DJ丹尼 我喜欢用音乐带给人们温暖 做自己喜欢的事 生活处处都会回甘哦 休息一下喝口茶里王 回甘就像线泡 茶里王 吃饭的时候 我总是要跟妈妈还有姐姐合吃一个便当 可是我总是假装吃饱了 因为我跟姐姐吃完 妈妈就没得吃了 还好有各位叔叔阿姨的帮忙 让我们散散不再饿肚子 现在只要捐款500元 就能帮助小朋友拥有一个月的营养餐费 红心智慧 爱心捐款专线 02 2370 9191 好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我们今天跟前海机会董事长洪气昌 刚刚谈到了美国对台政策 这个所谓的战略模糊跟战略清晰之间 怎么去理解 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跟前海机会谈 就两岸 现在两岸官方的中断 从2016年民进党二度执政了之后 基本上几乎已经五年多了 都没有能够恢复 那这一次从去年出了疫情之后 现在两岸民间交流 基本上也等于是停止了 我觉得民间交流停滞 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可能会慢慢产生 你们会不会感觉到 这里头可能有一些 我们还不知道的影响已经在发生了 因为从开矿探亲以来 其实两岸的这个民间的往来 我们这个模式 刚好跟这个东西德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东西德是政府之间 先这个有一个谅解 他民间反而没有 台湾是大陆跟台湾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民间的交流本来很重要 因为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 官方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有共识的 但是是靠民间的密切的往来 对对 但现在已经快两年了两岸民间交流 现在我感觉已经停滞很久 已经会产生一些影响 我同意青龙兄的观察 因为两岸的关系事实上从1987年 蒋经国总统他当时让老兵返乡 事实上整个两岸的互动是来自民间 是来自人民跟人民之间的互访 旅游更重要的是两岸的投资所带动的经贸的 所以等于就是说民间跟社会先行 政府在后面 到1992 93的时候我们才有海基海陆的设立 然后就有孤汪的挥弹 对对对对 那我现在要提到一个就是因为刚举行过的 就是海基会现在大家对他可能也许觉得说 他已经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我仍然认为海基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阶段两岸 如果在疫情之后要重启两岸的联系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那现在海基会的代理主席是徐胜雄 他是一个杰出而且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 他在9月3号开他们的董监事联席会的时候 他提到了一个很清楚的就是说 未来两岸在疫情舒缓之下 一定会逐步恢复交流 那这个也是双方应该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他说服务是海基会的核心工作 继续为保障两岸民众福祉与权益而努力 那他开完这个会之后 隔天就举行了一个 因为我们现在把外甥返台上课嘛 包括陆生嘛 9月4号的时候 就是海基会 他举办了全台陆生学生会干部的 我有看到这个消息 我有看到这个消息 对不对 他们到淡水去参访 也就是海基会 他现在又扮演了一个服务的角色 服务谁 服务在台的陆生 陆生 甚至未来会更多一点的资源来服务这些相关的陆配 然后海基会的副董事长兼秘书长詹志宏 熟悉的朋友就知道 詹仲先生是在两岸的关系上面 这上面是长期跟着蔡英文总统的 他过去还担任总统府的办公室主任 他现在是海基会的秘书长 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随时都愿意提供服务的管道 也这些陆生 同时这一次的居中协调陆生疫苗登记接种的事宜 也是海基会主动 所以我是觉得在现阶段来讲 台湾政府透过一个民间授权的机构海基会 是有在做准备后疫情时代如何的重启两岸的交流 是 我想这点很重要 因为如果两边的政治关系没有办法解决 那民间交流又中断的话 我会觉得说这对两岸 因为毕竟我们地理位置 这是不可以没有办法区别的 这对两岸来说的话 会造成一个很不利的一个影响 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不了解或者误解 这些情况会发生 这个很可惜时间已经到了 我今天本来也要请这个红董事长 来评论一下这个国民党四位候选人 电视证件辩论会有关两岸的部分 最后30秒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我是觉得 如果像现在的网络民调所产生的说第一名是张亚中的话 那么就表示国民党的内部的这种集统的势力 因为他是公然的主张就是要签订和平协议 然后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国民党的发展来讲是不太不太好的了 那另外呢 江启臣朱立伦卓源 他们呢就是他们又是陷入了一个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原来是为了歌势争议而生 和产生的一个模糊的论述 好这个我们时间到了 下一回有机会再跟红董事长来谈这个问题 谢谢红吉桑董事长